各位,今天在準備的節目的時候 其實這個節目已經兩天前準備好了 就是想用聖經裡面的七宗罪 去分析一些人犯罪的精神狀態 但是今早在準備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看到我前面有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列寧傳 這個可以叫做蘇聯的國父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列寧 他就是創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其實看歷史就自己不可以有一個太過多的情緒 就是說共產黨也是混蛋的 就是如果你說中國共產黨 尤其是我們香港在2019年遭遇到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是一個有肉的人 他們有很多情緒的東西在裡面 應該沒有法子排除 就是你會很痛恨某一些人和一些富豪 但是當我們研究歷史文化 這些東西沉澱了 你就沒有那麼上路 比如說看列寧 列寧在沙俄時代出生了一個 叫做中產 也可以叫做貴族階級的下層 但是他家裡的環境是相當之好的 也沒有受過任何壓迫的 但是他變成一個革命家 中間有一個心路歷程 我今天不是說列寧 但是我就說我們可以說說七宗罪 因為我用聖經的七宗罪 去分析一些人的犯罪心態 那這七宗罪就是pride 我們可以譯作傲慢 greed可以譯作貪男 這個w-r-a-t-h 這個英文字 有些就這麼簡單譯作憤怒 我認為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譬如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生氣的 I'm angry 這個就是憤怒 這個就是比較上中性的情緒的形容 人是一種即使是進化了 都是一種動物來的 人有個天性的 譬如我現在看三本 同時看三本David Hume的著作 你會看到他用了他一生的力量 去研究這個所謂Human Nature 這個Human Nature 我們就會發生氣的 但是這個wraff 不是Anger 如果是就用同一個英文字 所以我認為最好的翻譯 就叫做暴露 暴烈的憤怒 即是你進入一個 切絲底利的狀態 那麼說了三件事 pride greed wrath 還有一件就是envy 這個是疾度 淫慾 淫慾 lust gluttony 就是暴食 sloth 懶惰 那麼就 加起來就是七宗罪 這個我們看 我們不知道聖經 我們也不是講聖經 我不是一個宗教家 也不是從基督教的信仰 來講這件事 但是因為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起源 其中一個基石 或者我叫做四大支柱之一 簡單來說就是 古希臘和羅馬 還有這個基督精神 再加上科學精神 這個就是我的理解 西方文明的四大支柱 OK 你找不到第五樣的了 但是呢 看這個列寧 我們平心靜氣 客觀分析他的生平 他不是一個傲慢的人 也沒有貪婪 也都很少有暴露 就是有個血絲底里的憤怒 他沒有什麼道疾之心 沒有什麼淫慾 也都不報食 而且他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所以不是一個懶惰的人 就是說 列寧 他做了一些邪惡的事 但是他完全沒有這七宗罪 就是我準備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就發覺不可不知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就是 超越這七宗罪 超越這七宗罪 這個人類是去到一個位置 那個是人類靈魂深處最邪惡的地方 那 為什麼共產主義的 就是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的毒害那麼厲害 如果你用海耶克的分析 就是說 他將人當作一種工具 就是說 有所謂的目的與手段 就是這個目的 就是那個end 那個手段呢 就是一個 means 就是說人呢 不是一個ended self 你任何一個人都是實現 他某一種政治理想的一個 instrument 就是說你任何一個人為了革命 你都將它可以manipulate 是吧 正如斯大林說 死一百萬人 就是死一個人呢 就是一個悲劇 死一百萬人呢 只不過是一個統計數字 是不是 所以 他為了 他們相信那個革命理想 在地上建立天國 他就要將那些人變成工具 那些人呢 都是 為了達到他某一個 他以為崇高的目的 而呢 是可以隨意犧牲的 這個呢 其實他沒有這七宗罪的 你看到嗎 七樣東西全部沒有的 不過他一個邪惡的信仰 那麼我看到呢 就是說 我自己切身的經驗呢 劉世良這一類人呢 他是超越了七宗罪 所以他的邪惡這麼大 就是這個意思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在他的 我們嘗試將自己擠入他的精神狀態裡面 他平水相逢 認識一個叫做哥敦潘的人 這個哥敦潘呢 就在雨傘運動之後充滿理想 覺得香港人要起來 抗爭 我們要做一些事情 那麼大家呢 就談得了 因為他是新亞師弟 又是讀歷史的 那麼他是一個有知名度的知識分子 是吧 那麼我們談了 我第一次跟劉世良的談話 就是講這個政權呢 是篡改歷史 我說我自己做金融 1998年 究竟是用哪些人的錢 去對抗那些大惡呢 那時候曾蔭權 許氏仁 任志剛 那三個好像三個福六獸這樣站出來 就說呢 我們現在呢 要打大惡了 是不是 我要買股票了 在香港的恆生指數那些成分 我買了 跟那些大惡 對沖基金對賭 他用哪個人的錢呢 我就跟劉世良說 我說 我自己的市場裡面 我知道這些就是香港自己的龐大儲備 當時的中國窮到窿 什麼都沒有 是不是 朱鎔基一次又一次來香港討好我們 他自己也沒有錢的 但是呢 過了十幾二十年之後呢 中共就把那個歷史篡改 就說呢 是中央支持我們 財政上支持我們 到過這個難關的 那我跟劉世良談談 就說你讀歷史 我覺得我們呢 就真的要在那個平台上 撥亂反正 是不是 將那個顛倒的黑白 還原回那個真相 所以呢 我就 一康熱誠 我就說 我們不如就 我參加 就是 大家一拍即合吧 我參加你城寨的節目 是不是 我就說 第一句跟他說 我不要收任何錢 一個先我都不要 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為公眾而做的事情 是不是 我們將我們的一極之長 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經驗 是無私地分享給香港人 去對抗這個政權 就是這個呢 就是我跟他那個 那個第一個接觸了 於是就有個炎黃解讀片的節目 我是做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是 我覺得我做了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 是不是 幾十年的事業 第一次不是為了賺錢而做一些事情 是對香港呢 是付出了少少的貢獻 但是你想一下 從劉細良的角度看 你將我們自己放到他那裡 喂 你有一條傻子 是不是 就是講得很好 又懂很多東西 又不用錢 是不是 這樣就放在一個平台上 他就 拉了一班人 離開D100 跟這個 鄭經漢翻臉 其實他要做些什麼呢 譬如他上書局 讀書好雜誌 他搞一個城寨的平台 他踢走那些其他的founders 是不是 他其實做什麼呢 其實他就要謀取自己的利益 就是在他的角度 你這個Gordon Boone這個傻子 是一個工具 是不是 他不會把這個人當做人 這個呢 就是一直以來 就是說我對你 是不是 完全是 就是 完全沒有提防 就是說我們做城寨做得那麼開心 那譬如說我現在 我已經有個底稿 是講這個 中共的本質 和歷史的 那我有些英文 有些呢 就可以自己翻譯回到中文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節目 叫做炎黃解讀片 是不是 那個節目叫做炎黃解讀片 那那個節目呢 不然我就借這個節目的知名度 我出了一本書叫做炎黃解讀 就把我自己的稿呢 就拿出來呢 就是去否釋這個中共 怎麼散改歷史 這個習近平的所謂 嗯 就是所謂叫做什麼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一個怎樣的謊言 我正面抽擊他 是不是 但是這個呢 就說這個嘛 你那本書是有盈利的嘛 就是在我的角度來說呢 就是說 我是一個新的作家 我沒有寫過書的 但是怎樣都好 掃環掃環環 我們要簽一個合約 那合約呢 就是說 如果這本書 就是 那個版稅呢 我佔多少個% 那我就 大家講得清楚 一人簽一個名 是不是 一息兩份 那我保持一份 他保持一份 那這個就是我角度去看 但是他兩夫婦的角度 怎麼看呢 這個人 他不知道這本書 是否可以賣 但是他要拿到盡 比如說他在百樂門那裏 找了些紙回來 不用錢的 或者差不多半賣半送的 然後呢 他就找阿明 就是這個 你看看羅恩偉 這個阿明呢 就叫 他有個 原來那個 簡東西 是他的筆名 簡東西 就是阿明 他姓陶的 這個就是 完全是義務幫他做設計的 為什麼呢 他好像我這樣 就是李城寨是有個 使命的 但是你現在有本書 是賣到錢的 賣到錢的時候 是不是要分回呢 小小都要分回呢 就是我角度就是說 大家一起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是不是 他不是的 他在 我們的關後最好的時候 我對他最信任的時候 他就已經 偷了我的合約了 就是說 其實 在他來說 在這個世界 他所有東西都是利益 而那些利益 就是自己的利益 任何一個人 都不是一個end 是一個means 是一個instrument 那這個呢 七宗罪裡面沒有的 你看看劉細良 他沒有這些東西的 他很樸素 穿些衣服 不要說他什麼了 就是 T恤 短褲不是牛仔褲 短褲 是不是 他平時洗肺 是很 就是很健康的 是不是 還有呢 他很好人的 就是他老婆很難相遇 但是劉細良呢 是沒有那種的 我看不到 起碼 沒有那個疾度 沒有那個envy 是不是 沒有anger 沒有這個 又不懶 不是slow 是不是 又沒有發脾氣的 就是你七宗罪 你全部都沒有的 所以這個世界是有些東西 是超越七宗罪的 就是把人不當人 所有人都當是一個機器 一個工具 但是他跟列寧 斯大林那些人的分別 那些人呢 是有一個信仰 這個信仰 可能是一個邪念來的 就是說我要 希特拉也是 我要建立一個 第三帝國 日耳萬民族的 全球的 或者起碼是歐洲的一個霸權 是不是 要怎樣怎樣 那他有一些事情呢 他要實現這件事情 所有人都是工具來的 那如果這個 馬克思主義 列寧斯大林 他們那個革命信仰呢 就是說 我們要在一個國家裡面 建立這個社會主義 我們這個布爾什維克 要輸出這個革命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令到全世界 都變成共產主義 那時候就是人間的天堂 他很有理想的 但是這個理想呢 他要怎樣做呢 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一種工具 但是這個劉細良 兩夫妻 她是沒有這個理想的 她就是見到利益的 所以這個是超越七宗罪 如果你說香港的 這種精神狀態的社會成因呢 其中一部分呢 就要追究這個蕭若元的 蕭若元 既然麥當雄他們呢 就在麗的去到亞時呢 我想主要是麗的 他們建立了一套 長編電視劇的核心思想 就是 那個曠智立 有他名言 就是說 我不怕你們這些混蛋 因為我比你們更混蛋 這個好像劉先生經常說的 這個就是說 他將所有的人都變成契弟 個個都是為了利益的 所以人不畏己天諸地滅 他的解釋就是說 所以你們個個都是他實現 他眼前的物質利益的一種工具 他沒有理想的 這個就是他的精神狀態 這種邪惡 我覺得是比七宗罪嚴重 這個我覺得是最科學 最客觀的解釋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